據明慧網報導 2021年5月10日 蘇州市公安局出動200多名便衣警察 闖入文宅綁架了當地16位法輪功學員 2022年5月18日 張家港市檢察院非法起訴了其中13位法輪功學員 起訴書聲稱 這些法輪功學員先後三次到蘇州吾江區法院附近 意圖通過意念干擾司法秩序 藉此鼓舞被拘捕的法輪功學員的信念 是破壞法律實施 原中國人權律師吳兆平表示 張家港市控方提出所謂的 意念干擾司法秩序的罪名 非常荒唐 是典型的思想入罪 他說這件案沒有任何客觀事實 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也不產生任何所謂的破壞法律實施的後果 這就是辱家之罪 請記得按讚、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